这还真的 我觉得这个你看 咱们像看西方有些这个电视剧 你比如像这个权力的游戏 按说它是假的 是这种这个是幻想的 可是呢 它拍的实 它拍的像真的一样 我们的有些这种玄幻的吧 他就是说 不是我们的有些拍事实的 拍的都跟假的似的 就是他们就讲啊 这里边倒也没有什么高低 是不是您觉得就说中国文化里 你比如有老庄 包括像这个古代有这种神仙传 你觉得是不是咱们的文化里 就是有一种特有的仙气 就那种清虚之气啊 喜欢违反物理的 违反地球引力的 那个如果在这个文学描写中呢 我觉得是特别能够接受的 就是它因为你可以发挥想象嘛 但是如果你突然发现 这电影给你拍的 比如那个那个 那个谁啊 就张子怡一开始拍那个 是英雄传 你站在竹子尖上那个什么 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你站在那个竹子尖上 让我看就变成一笑话 就变成 我内心就变成 就真的瞬间变成一喜剧 他就集中不了的去看 在那个竹子尖上来弄来弄去的这个 我觉得这就很喜剧 如果你要掉到喜剧的这个思维里呢 这事就变得不好看了 马爷您看 就接着您的话头 看在您眼里啊 就是喜剧 这要是看在这徐老师 电视学院的老师啊 看在他的眼里呢 这是调情剧 或者是调情剧 就是你像他那两个人呢 其实就 你看那个周润发和那个张子尖 他其实飞稳去了 他是不是把李安 他就把这个拍成了一种 就是男追女女追男的 这么一种戏了 但是你说你对像徐克这种风格 他这个武技武功的电影手段 你觉得是不是玄幻的那种风格 他就是中国明清的那个 就是 半神仙传的那种 这样的一个传统 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 神仙传 神仙传 你知道就是他这个 有篇这个杂文还写到 我觉得就写的特别逗 就是说啊 当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嘛 还面临着这个日本鬼子的威胁 说当时就说中国人啊 尤其是上海 说迷过一阵这个仙呢 就是这种这个剑仙 这剑仙到后来 你像鼠山什么剑侠传 跟这个就有一脉相成的关系 然后呢 说的 但是剑仙呢 不像007那么浪漫 说这个剑仙片中啊 基本没有谈情说爱的场面 全是暗恋 然后你看他总结这规律 我觉得特逗 就是男女剑仙之间 以 祝你早成大盗而相互拒绝 早成大盗 你这么说 有没有点最后 卧虎藏龙里 周润发跟杨子琼 我记得我看那个 你看卧虎藏龙 我觉得看的最逗的是 我在香港看的广州画版的 你知道我们这个北方人呢 听那个广州画版的 就笑喷了 你知道吗 就最后这个杨子琼 跟那个周润发不行了吗 杨子琼那大概意思就是说 杨好你这最后一口气 你就成仙了 对吧 然后呢周润发不是说 不行 我要用这口气说 说我爱你吗 但是你知道广州画怎么说 周润发说 嗯的 我就想嗯的 这是演技问题 不是语言问题 男女剑仙之间 以祝你早成大盗而相互拒绝 显示自己心存理想 最有人情味的话是什么呢 下次联手 有缘再见 然后一旦说出 可否接受我 往往死于非命 偶然忠诚眷属 也十分的乏味 一般描述也被冠以 他们夫妻共同修炼 进展神速 很快成为了土地爷和土地奶奶 这个007的除暴安良 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 而剑仙铲除妖孽呢 则是为了什么呀 你就想不到 宇宙清静 这个负担更重 是吧 然后呢 大家就是说 这么大的本事 这个剑仙 为什么他们不去打日本鬼子呢 解释是 他们的性格比较孤僻 这就是曾经流行在上海的 这个剑仙 你是觉得 就是说未来 随着这个特技的发展 好像有望 接上这个根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中国文化里 就有一种 你看 有一句话叫皇帝 什么什么 且战且学仙 就是中国人 是不是好一些个 那种 飞升的 缥缈的 飘逸的 这个你觉得 是不是跟西方文化 是有一个不同的 我觉得差距不大 就是西方人也好神仙 所以我们看的像 哈利波特这种 最受欢迎的这个电影 往往都是好神 但我觉得他们的神仙 好像比咱们的神仙呢 体重大 那也差不多 更重给我的感觉 你看像西游记 西游记至少有800年了 武侠类 当然我觉得 刚才我其实可能也说偏了 就是说他特技 这个我们不能随便就攻击人家 搞电影 他搞特技也不容易 但是有一点 就是在极限的时候 你会忽然放弃这个事 就什么极限呢 就周星驰那功夫 功夫是 他那个根 让我说 他不是叫特技 他把这个事 把功夫这事 彻底放开了 让人在踩着风口 那个什么 登一脚 上哪去了 反正 那你倒不考虑这些事了 就是你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喜剧 哎 嘉辉呢 嘉辉 你觉不觉得香港人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当年这个 你叫陈真 我霍元甲 黄飞红 我概括一句 香港人就是 我原来一看电视剧 就讲广州话 我得中国人 我还东亚病夫 香港人永远都只有解气 就是我们中国人 不是东亚病夫 你觉得 这是不是香港人 较好的一种心理需求 当年 我觉得很难分开 要先界定什么叫香港人 因为那时候拍什么 马永珍 陈真 李小龙的戏 什么 那些导演编剧 都是从上海过来的 所以他们严格来说 不是说 我们土生土长 另外一代的香港人 他们是那一代 所以他们带来那种 对于中国被列强 占据朱戒 种种的欺负 所以我们不是东亚病夫 其实这个反应的 恐怕不是香港 在当时的恐惧 是延续上来 从清末明初 延续上来的那种 我们要 中国人要站起来 反而是到后来 不管是周星驰的 无厘头 然后 甚至香港的古惑仔 黑社会片 其实是另外一种武侠片 不过他用了枪 假如搞电影研究最清楚了 研究黑社会电影 A man with a gun 拿枪的人 研究武侠片 A man with a sword 拿刀的人 一样 拿剑的人 就是一样 所以 这就说回 我们最前面说的 啥 因为有不同的人 看电影 有不同的快感 有人喜欢看那种 飞来飞去 跳来跳去 还飞把刀出来 有人看爱情 等等 可是他作为 我们称为武侠片 就是武跟侠 还是打动了 最能够普遍打动的 就是侠的部分 当然还有武的部分 武的部分 我觉得马爷有部片 蛮有趣的 在中国武侠片 比较小见的 陈可兴的 这叫武侠 那叫武侠 他里面在拆解 什么叫武侠 为什么他可以放毒 可以装死 可以放案件 物理学 从物理学 他怎么跑上去 他在武侠片里面 来解构武侠的科学原理 所以甚至作为导演 创作者 都有不同的路数 有人用什么 站在竹子上面 来调情 床戏 王家卫 用武侠 来拍江爱玲的感觉 我一片 陈可兴 拍那个科学的武侠 我觉得各取首须 可是到最后 这是侠 这个字 你没有侠 就感动不了了 对 你说是侠 这往往让我们 看得流眼泪 就觉得 因为咱们是弱者 一旦有人出来主持正义 那就马上就感动 这算是一种心理需求 对吧 但是呢 我觉得呢 我有个问题 就是说 人们看武侠片的这种心理需要 如果到现在为止 你比如像叶问 假如一直停留在说 哎呦 这个打败洋鬼子了 打败日本人了 打败外国人了 我觉得要老这么弄下去 恐怕也有点累 就是因为你只不能 因为现在中国强大了呀 对吧 强大了 而我觉得这个武侠里头 你看他既有侠 这东西也能感人呢 另外就是说 你包括我自己 我就觉得 比如说我看这个武打片 我不光爱看武打片 我看所有的这个格斗 我曾经跟这个徐老师 这个问过这个问题 我说你说 我是因为打不过别人吗 就是然后我就老个爱看这些 前半生是这样 不是就小时候是这样 但是呢 后来呢 哎 我可能为你行侠仗义而感动 但是现在 马爷 您信不信 我琢磨这些啊 我为什么觉得对我有用了 就是 我就觉得 哎 人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你琢磨什么事啊 慢慢的对你有启发 我当然就不要脸的说啊 虽然咱这个学这个武啊 我是这手无腹肌之力 但是你比如说 我就会觉得 跟我主持节目有关系 跟我主持 跟我跟人聊天 他有关系 我在这个里边 得到的一些个东西 我为什么喜欢看 孙禄唐说的这些东西啊 我经常会想到 工作中 甚至谈合约 跟怎么处理两个人的关系 你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最傻的例子 就好比比如说 辩论比赛 那就有点像是 硬桥硬马 打刀对刀 枪对枪 就直接打 对吧 但是你发现没有 聊天啊 这样容易聊不开心 你比如说 我就是从这些 所谓的一些太极啊 发力的里边啊 我慢慢琢磨 它是中国的一个思想财富 就比如说 你聊天 得 有时候你得顺着聊 顺着聊不等于你没主意啊 但是会让大家更高兴 会聊天 会聊天 你比如说 比如说我就举一个很傻例子 假如说 比如说马爷跟我说 说文涛你那个圆桌派啊 不好看 对吧 那当然我要硬瞧硬马 怎么就不好看了 你给我说说 我打死你 对吧 但是 但是你看 我可以说 我说对对对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 哎 你看 这就像是舞蹈 像接过来 您也就说的太对了 哎 但是马爷 这个 这个您觉得 就是说 在这个一个圆桌 四个人一桌吗 还见过这种 这个节目里 您见过有什么 比我这更好的 我学习学习 哎 你看这开始转的角度了 然后马爷可能就说 想一想 哎 还真没第二个这个节目 哎 所以说马爷 在这个一个圆桌 四个人的节目里头 我可以说是最好看的呀 这个是北方人的狡猾 我们南方人的简单 不好看 别看 你就是泳春 你就是泳春 短的 哎 您说这里边 是不是有点武学的道理 就有点像说 他先过来嘛 我经常发现 有时候人跟人交往 没必要直接打人塞帮子上 你也可以有你的立场 但是这个立场可以让大家更和谐 就是冲突到动手 都是最后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动手不是为了激化矛盾 是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嘛 对 武侠就是这个精神嘛 对 所以我老说就是 就中国这种武侠精神 他不是说 刚才我们一直说 一个是武 是一个侠啊 咱们现在捏在一块说 那么这里从侠客行里 就是这个李白的那个诗里说的非常清晰 赵克曼狐英 无沟双血明 石不杀也人 千里不流行 试了佛依去 身藏身与名 身藏公与名 身与名 那就我那时候不讲公名 就是讲身和名 就我藏起来了 就说试了佛依去 身藏身与名 这个 就是 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就是我完了 这事就没了 侠客过去就讲究 我帮你把事办了 把事铲了 就没事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今天呢 就生活中 也有时候经常 我到现在也是经常要 帮人点事 有些事是小事 比如人家说 哎呀 那孩子 入油园入不进去 你认识不认人帮 你说这句话呀 这不就是小事吗 你能帮的时候 就尽量帮一下 其实你说这有对价吗 没有对价 也没有功力 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帮你忙 我能帮就帮了 过去侠客精神 很多时候是一大帮忙 要帮助这社会 共同前进 哎 对对对 有人说整个 从武林啊 再拉出来江湖 那这是两个字嘛 帮忙 今天我帮你 明天你帮我 因为我永远不知道 什么时候 我需要你帮我 对 别人帮忙 需要你帮忙 但是你要这么想 就不是侠了 我说哪天 他用着我了 我用着他了 那不是 确实马爷说的对 他是有这么一个定义的 就是说 就是说啊 他不留 不留这个功 不留功名 就事了服一去 就是说 这事我干了 你知道都不知道 我已经没影了 其实这是一种人格美啊 比如说我们原来说 最爱看香港那个英雄本色 哎呦 看到我哭啊 热泪盈眶 那个你看最让我热泪盈眶的 就是周润发呀 周润发那个瘸这个腿 捡个盒饭吃 哎 这个让人感动 是有个规律的 是不是 就是说 一个人哪 特别惨 我发现香港电影 就深通这个 他先把你揉了你 到特别惨 我看征兴迟电影 我都哭 你知道吗 就是他先特惨 最后炼成神功 我天哪 你就看他哭 还有一个早期电影 跟现代电影 有一个根本不同 就是早期电影 最重视的是男人情 今天的电影 最重视的是男女情 所以这事 很低 过去英雄本 祝你早成大道 那假如说到男女的话 在武侠小说也好 武侠电影也好 里面有人研究 其中有个美学问题 性别美学 可能香港的黑社会片也是 这是男人的美学 男人情 我说那个英雄本身 他不是 让你感动 真的不是那个剧情 是当时的电影美学很突破 包括把音乐大量的 用在那个位置 从头到尾 对 音乐很重要 感觉看一个MTV一样 还有黑社会的造型 穿个马哥 外套 风衣 咬个刀 没错 哎呦当年感动过我们的 就在那个小 你知道吗 小录像听里今天年轻人都不知道 黑漆漆的 那个都雪花点的 那个录像带着 周润发咬这个牙签一般都是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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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这 哇的签子是吗 而且 这就是像刚才霞克警李白说的 石不杀一人千里不流行 完全掩饰的都是这个 你就像他有一次分析 这个吴雨森的也是 就是说往往你看吴雨森早年的东西啊 是直线的 就非死即生 要不就是冲进来 要不就是冲出去 没有第二条路 在这种特别让人这个这个 就是叫什么 狭路相逢啊 勇者胜 勇者胜 所以你看马爷 咱们谈到这有点意思了 我觉得一个就是你说这个男 男人这个 男人情 男人情 那你说 哎像这个这个英雄本色里头的这种啊 这种在今天社会里 还有吗 就没有啊 所以我说现在都是男女 应该有 应该有啊 他缺这个嘛 你像男人 你像那个 我跟佳辉就不可能背靠背 而是我巴的肩膀后头 这是马爷 马爷 极度信任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生活中现在特别缺的就是 马爷 你觉不觉得 这狭义多在少年 那当然 年轻的时候 老了就变贼了 这年轻的时候 为兄弟两肋插刀 对 老了为女人插兄弟两刀 但是就说 你说现在讲这个东西啊 你比如说 你像徐老师拍的电影里 他有 有另外一面啊 你比如说 咱说这个师徒 或者干嘛的 其实他都有一个 我交出个徒弟啊 我还得防着这徒弟 对吧 别被这徒弟 你像你拍的那电影里 最后那徒弟就把师父给算计一刀 把师父给灭了 自己成了吗 自己成了名 等等 他一个旧社会里啊 又有很多这种复杂的人情世故 所以这个就是在以前就 就偏本的轨道 所以他练武术的人 我一定得急切的往这个文人之道上去转 啊 我只有这个意识 我的交流方式 我的运行规则 转成文人系统了 啊 这大家才都安全 我这才知道 他说的这个文人系统是什么意思 咱们就是咱们讲的君子嘛 就仁义理智信这一套 这个我现在在这个就是体会挺深的 就有时候说 咱们小时候啊 老为这个东西感动 可是就是像你说的 岁数大了 有点贼了 有点贼了呢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 就是负担 对少数人啊 做不到这个 就对大多数人 哎 我有时候还练着 就是说 比如说咱俩是哥们 咱俩特别好 那么现在啊 你可能有点困难和挫折了啊 我觉得我还有保守的这一面 就是说 那这个时候不能离开他啊 当然得跟他在一起啊 得帮他啊 他是他最难的这个时候啊 可是我现在已经发现 因为很多人劝我 就让我意识到 这个社会啊 有些人已经有了另一种计算方法了 就是 我小时候会觉得这叫丢人呢 但是现在有些那个 比如说是投资人呢 就他就会非常理智的告诉你啊 你不要再跟他在一起了 说你要跟他保持距离 你跟他脱钩 对吧 当然你知道我也是觉得 为自己打算打算 这确实是有利的呀 对呀 你再跟他搞在一起 他把你一起拖到深沟里去 那么 可是 我老觉得这事做不出来啊 你有这种感觉吗 但是我又同时又发现 就是有一些人的道德观念在改变 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嘛 那当然了 就好比你的公司股票好 我就买你的股票 你股票不好我就不买 这里头有什么仗义不仗义 哥们不哥们呢 你们怎么看我 我觉得你刚说的那种情况 最坏的一个例子是银行 银行跟你交朋友 是什么 看着你这生意顺了 过来跟你交朋友 你要不要钱 要不要多借 你本来贷款 带了一个一 我还说 再贷两个一吧 支持你发展 然后稍稍看到你有困难 不仅说割断 不仅一刀两断 还是打电话讨债 马上把那三个一拿回来 它退到极端 这是银行秩序 所以我有时候还挺怀念 过去的那段时光 就是不是什么都算计 现在你说我们不算计 我也算计 但是我有很多时候 确实不算计 我也懒得去说 我什么没算计 生活中这种事多急了 因为只有不算计的时候 这日子过得才舒服 你天天算计 这有什么意思 跟什么事都计算 比如我上你这来 我要算计 我这下午值不值 我这个录节目 什么值不值 谁给我钱多 我上谁那去 这不是我每天非要做的事 那你根据什么来决定 你要做的事的 我觉得根据我内心 文涛跟我不错 哥们 有人情 有人情 其实说你现在讲 你现在讲人情本身 也是一个利弊关系 是吧 你比如文涛叫我 我就说 咱得还人情 是不是 他帮我一忙 我得帮他一忙 这个是我们觉得 当今社会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文化是一个 强有力的一个背景 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每个人 就是无一例外的不能逃脱 这个文化对你的 不管是帮助还是惩罚 我觉得啊 就是他里边还有一个 除了比如说 我觉得很多小说 电影里 还可以有点这个古风啊 就是把人的这个共识 感情啊 往那个 仁义啊 仗义啊 这个地方再找一找 是吧 除了这个之外啊 还有一个就是啊 你也要懂得和感恩 现在你不能说啊 对于这个任何人的 这个狭义的 救人急难的 说话算数的人 得不到鼓励 得不到奖励 我不是说发奖金 就是说 你比如我就说 我这两三次 是吧 我们这节目临时 这嘉宾不来了 给马爷这么忙 打电话 这就是救人急难 马爷是救场如救火 对吧 你看他有这个救场霞 他有这个霞义 但是也有我这个感恩 我提过你不下十次 这件事啊 所以我还是要 霞义江湖